养花的时间久呢 尤其是拿有机肥有机土种植的朋友呢 就会发现那个土壤呢 会慢慢的塌下去越来越少 你看我这个花盆就是如此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佛沙二花匠 有没有发现呢 我们用有机制 比如研碳土啊 椰康啊 或者平时我们发酵的那个辅液土啊 去种植的时候呢 那个土壤会越来越少 其实平时呢 我们拿原土 或者是拿其他的土壤种植呢 也会越来越少 毕竟浇水的时候呢 有时候会把土壤呢 去带走 另外我们的植物吸收呢 也会把营养物质给吸收掉 所以土壤呢 会越来越少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那怎么办呢 家里的植物 不可能老是给它进行换盆换土啊 那怎么办呢 今天呢 我这颗土豆呢 就出现了很明显的沉降 本来这个盆土呢 是满满的 整个占了整个泡沫箱的 但是现在呢 就剩下半箱了 所以呢 我打算给它再加点 你看 这个泡沫箱呢 就是我家的堆肥箱 一般情况堆肥箱 我都是这样的设计 半个箱子以下呢 放厨余垃圾 包括果皮啊 蔬菜啊 包括其他东西 半个箱子以上呢 就去种植 这个箱子呢 现在是很明显 就剩下半箱 你看 剩下半箱了 也就是说 底下的厨余垃圾 应该是都被分解的差不多了 然后呢 这里呢 现在上面呢 是种了两颗土豆 不知道为什么 什么情况之下呢 这里又长出来了 三颗的番茄 当然呢 这三颗番茄是可以 可要补可不要的 我们都知道呢 那个土豆呢 是需要进行 两到三次的培土了 如果你跨盆里面 像我这样子呢 那么您可以直接 把您家的厨余垃圾 加进去 形成二次的培土 前两天呢 有个朋友就发信息 过来问我 那个厨余垃圾 要怎么处理 才能更好 是不是要搞个堆肥箱 或者是其他的 事实上还真的没有那个必要 除非您在家呢 厨余垃圾非常非常的多 你我们才需要用到堆肥箱 这个专业的东西 但如果我们在家呢 发酵的东西不是很多 每天的厨余垃圾不是很多 我建议大家呢 可以用发酵加种菜的模式 去种植 下面堆肥 上面去种菜 一点都不影响 为什么没有影响 因为大部分的蔬菜呢 种植的周期都在50天左右 有些呢 像土豆呢 也就90天左右 而90天的时间呢 在我们的土豆 没有反应的情况下呢 底下的厨余 就全部已经被分解了 不建议大家用种果树的花盆 这样操作 毕竟呢 它会有大量的沉降 然后呢 也不 也容易形成热量 烧伤我们的植物 甚至有时候会有虫子 所以呢 种菜加厨余垃圾发酵 加发酵箱 这样的模式最好的 挖开这个土壤 看看下面的厨余 现在发酵的如何 前两天呢 我还把我家里的 那些扫地的时候 扫出来 垃圾都丢进去了 你看 这里挖开 其实下面的厨余垃圾 当时放的是 非常非常的多的 挖开之后 看看能不能再看到 下面的厨余垃圾 你看 船目没了 都变成土壤了 当时放到这里 应该有十多二十斤的厨余了 然后我摸到一点 有点烂的感觉 那就是这个 这个应该是某种瓜果吧 哦 我知道了 这个是粉葛 我们包它那个粉葛 你看 它基本上都烂完了 这些一切啊 就烂了 但是没有全烂 整个的土壤塌下去了 今天我家的东西呢 主要以木棉花为主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近段时间 我跟大家聊了很多次 这个东西 这个里面呢 还有大量的磷肥 而且是纯免费的 只要我们愿意去拿 今天呢 我放的是 前几天收集回来了 晒了两三天了 船干掉了 这样子木棉花呢 可以直接扑到 这个土豆的上面 当然如果你种其他的蔬菜呢 可能稍微要注意一下 但是土豆呢 没有这个必要 简单的处理一下 把这几颗番茄全部弄出来 要就移到其他花盆 不要呢 就把它丢掉 你看 这土 发酵箱里面 就剩下两颗的土豆了 杂草的不多 然后把这个木棉花 剪碎了 直接扑到上面 如果其他的果树呢 我们需要把它那个花盆 给那个给打开 把这些材料埋到底下 但是如果种土豆呢 就没有这个必要 土豆那个生命力超级强 直接把这个剪碎了 然后放在表面就可以了 上面再铺一层土 那就非常完美了 30斤的木棉花 铺完了 然后这里呢 就剩下一点点了 这里呢 估计还没多少 大部分都弄在这里了 而你知道吗 如果它在这里发酵呢 最后剩下的更加少 把它全部剪碎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土壤盖上 有条件呢 放点盐菌下去 那么这个东西呢 很快就会变成营养土 被植物所吸收 好吧 早了半天 我的燕菌应该放在楼下 所以呢 所以呢 我用点这个土壤活化剂 这个东西呢 也是可以 这里面呢 既含有矿油矿骨酸钾 也含有其他的 促进植物生根的作用 当然也更多呢 是促进这些材料的分解 撒一些下去 最后呢 把家里不要钱的旧土 埋成 防止小昆虫的烧鸭 埋下去 把它彻底的盖住就可以了 最后变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在上面撒了一圈这个蜂窝煤 也撒了一圈这个稻壳炭 主要是拿来掩盖那个气味的 当然如果您在家里没有这个木棉花 您也可以用厨余垃圾 当然厨余垃圾 我建议大家最好就是把它切碎了 然后稍微的晾干一下 再去处理 当然一些蔬菜的叶子没有所谓 但是一些瓜果呢 它会形成一个热量 会腐烂 会发酵 而且呢 有可能会有细菌 所以呢 厨余垃圾的处理呢 可能稍微的复杂 你看我这个木棉花 都是晒了好几天 把水分都晒出去的之后呢 再放在这里 虽然它也会发热 但是由于这里种的是土豆呢 是一点都不影响的 土豆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 而且能对抗各种的恶劣环境 所以呢 它是天然的处理那个厨余垃圾的好帮手 有了它 您会发现呢 刚才那些木棉花呢 会在一个星期左右呢 彻底的烂掉 然后被吸收 然后慢慢就变成营养土了 我在家里养花有两种土 第一种呢 就是这种土 这种土是没有发酵 是没有腐熟 没有分解的土 这种土呢 不适合拿来种果树 但是这种土呢 如果养菜养半年之后呢 就拿去种果树 你会发现植物都能养得非常的好 任何的果树都拒绝不了 这种已经被分解的土样 我的事情就完成了 这两颗土豆呢 应该在这个新的环境之下 很快的存活 浇上一点水 把它放在通风阴凉的地方 如果两天之内呢 没有出现异常呢 就可以把它正常的移出来 让它正常的生长 您会发现呢 这个土豆呢 很快就变成 缩果 硕果累累 我们在一个月 大概两个月之间呢 就可以收获这个土豆 等我们把这个土豆采收了之后呢 您就会发现呢 里面那些 那个木棉花 已经全部变成营养土 可以被拿去重新使用了 养花就是要这样的循环 然后您会发现呢 以后就不需要再去买土了 好了 今天啰嗦到这里 我是佛沙花匠 感谢大家 拜拜